出席活动特地的赖青得到一块进场 但对柯文哲来说 现在要先修补的恐怕是白局关系 好久不见的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突然脸书发文批科是否 针对建老金提复议案被否决 当前世界民主惯例是接受或辞职 如果大家遵守着走 台湾民主自然不死 但当有人走完民主游戏规则后 如台北市府还硬要造自己的性子走 这才是台湾民主可能会死的重大危机 柯文哲回得淡然 不过北市府第一时间是反抢宋楚瑜 对体制有错误了解 这是柯颂反目吗 两人从喊白局连线 到后来柯文哲自行宣布阻民重党 甚至大局挖角局营人马 都传出引起宋楚瑜不满 虽说柯文哲老说会找宋主席聊聊 但据了解一直没正约成 没有什么好尴尬的 他们两个还是朋友 宋主席之前也担任过台北市政府的顾问 要说真的尴尬 副市长黄珊珊可还有亲民党籍 若要出战2022到底代表谁 我们都是柔性政党 大家不要只有你跟我而已 台北市有七个台北市会有七个党 我们希望说 就是两党可以一起合作 然后共同来推举黄珊珊参选 台北市市长 那这个部分呢 当然我们还要经过党内的讨论 柯颂间的节恐怕得先节 2022选战叫不逼近 宋楚瑜少见发文 提醒您的宋贝贝一上线 TVBS附订华王新唐 李子恒SJ小组台北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